今天看到鱼虾鞋排队做核酸的场面,真的大开眼界 这是厦门发生的事 官方的回应就是,目前全员核酸,鱼火也要核酸 真是一句无懈可击的回应,帮我们重新理解了全员这个词 我原本以为全员是全体人员的简称 可是给动物乃至无生命的物品,做核酸的例子并不少见 所以借着给鱼做核酸的机会,把全员的含义扩展开来 覆盖到一切有非及无非的生物,一切有生命及无生命的存在 可以说是十分科学的,不过,给生命体做核酸并不是第一次发生 早在今年三月份,上海有给鱼做核酸的事情 还有给鲍鱼做核酸呢,画面太美丽,时间在往前两个月 河北还有人冒充防疫人员,以给羊做核酸为名 然后将村民的一只羊带走的 而给狗做核酸的画面,估计很多人已经司空见惯了 不过,除了动物之外,还有给植物蒜苗做核酸的 而以上这一幕幕,除了狗狗做核酸之外 基本都是发生在今年 给这些动植物做核酸的原因 当地的回应基本都是,为了安全,对所有人负责 但是不是真的科学,真的有这个必要 那就是另一说了,如果你要问我的态度 我是挺费解的,觉得莫名其妙 就拿给做核酸这事来说好了 顶可怜的是一条小鱼,嘴巴是那样狭窄 比棉签头大不了多少 工作人员却还没有想到需要喂鱼准备特定的棉签 所以我看着那捅惯了人嗓子的棉签 努力的在小小的鱼嘴边上寻找突破口 一下划过了,又一下还没成功 工作人员气而不舍 终于把棉签送进了鱼的口腔 被攻破防线的小鱼 痛苦的摇摆了几下尾巴 那个棉签则为了享受难得的胜利 愉快而用力的上下翻飞起来 直到鱼儿露出生无可恋的表情 这场正中的仪式才告结束 至于真是不识好歹 看到棉签,就要学会主动张开嘴巴 不管你如何不配合 到最后赢得总是棉签 鱼如果不配合 受罪的只会是鱼自己 人为棉签,鱼为鱼肉 不要说什么你没有费 病毒如此狡猾 不管活物还是死物 不管有费还是没费 都有可能成为传播的媒介 核酸面前,众生平等 鱼这辈子,估计都没有这么无语过 不过对于此事 网友们的看法也不太一样 支持的人会认为这很正常 不要阴阳怪气 会觉得质疑的人都很奇怪 毕竟水产品肉类甚至是水果 都可以携带新冠的 还表示之前福建有因为收鱼货 而感染新冠的 但此番言论很快被当地人民否认 其实是和鱼民交易才感染上的病毒 而不是因为鱼货 但大多数人的态度 其实是认为这并不科学的 真的要捅鱼的嗓子眼吗 如果发现一条鱼阳性 是不是还得追查这条鱼以往活动轨迹 以及鱼的亲戚朋友 有无往来接触 鱼没有肺 即使有新冠病毒 也深转移给了它 而肺鱼类感染了新冠 这个倒立和冷冻类食物快递包装 有病毒残余性质是一样的 真没必要检测鱼 纯属浪费检测资源 只要捕鱼人没有携带病毒 那么鱼就是安全的 当然 不管这科学还是不科学 这个场景本身 确实是很容易让人出血 最后 真有必要给鱼做核酸吗 《科技日报》曾采访刊发一篇报道 湖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陈纯奇明确表示 新冠病毒不可能感染鱼类 据介绍 细胞表面有一系列受体 新冠病毒可以利用这些受体 附着在细胞上 ACE 二受体就是其中之一 鱼或者其他海鲜 它们都属于低等的非哺乳类动物 尽管它们也有ACE 二受体 但基于高等哺乳动物的ACE 二受体 在结构上存在很大差异 而新冠病毒和鱼的ACE 二受体不会结合 因此鱼类不可能被感染 目前也没有新冠病毒感染鱼类的报道 简单来说 鱼类可能携带新冠病毒 但鱼类不会感染新冠病毒 所以鱼可以对棉签说 你可以捅我 但没必要捅我的嘴 捅我的灵效果也是一样的 但是 毕竟鱼说了不算 棉签会这么回复 就你话多 别的鱼怎么没吭声 我想捅你嘴巴就捅你嘴巴 想捅你尾巴就捅你尾巴 我这么尽职尽责 还不是为了你好 报告 这是一条别有用心的运 青龙视频中国那些事 最新中国热点新闻解析 欢迎点赞评论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